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 way back a year ago 欢迎来到绿音信仰的比赛现场 我是解说员刘岳 今天我们将迎来一场焦点大战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巨头 这两支队伍今天将在这片绿音场上一决高下 本场比赛他们的阵容看着很眼熟 很多观众都能背下来阵容名单了吧 期待他们能在上万球迷的诸位下 踢一场精彩的比赛 最终鹿死水手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 比赛开始了 观众朋友们 可不要换台哦 这一脚有点悬啊 幸亏抢下来了 失去了球权 球来到了队友的脚下 对方球员快了一步 及时将球拦截 一脚射门 球尽了 这是他今天的手力入球 经典的华贵庆祝 他用这样的方式 宣泄出内心所有的压力 一起期待他更好的表现 队友拿到球 队友拿到球 队友接球 球权没了 球来到了队友的脚下 他瞅准时机 果然抢球成功 将球拱手松人 果断下脚 抢下了球 队友拿到球 船中到了禁区 直接中注 起脚射门 这球漂亮 体现了他非凡的进攻能力 是 他最后的脚射器 都是个脚射门 而不是他等于 他的脚射门 接到球 这一脚有点悬啊 幸亏抢下来了 他瞅准时机 果然抢球成功 队友接球 这一脚有点悬啊 幸亏抢下来了 果断下去 好球 他们持续扩大优势 这球进得漂亮 和我当年有的一拼 对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到机会打门 漂亮的进球 他们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比分已经到了惨不忍睹的局面 他用华贵的方式肆意的庆祝着 打入这里进球对他来说必定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一脚有点悬啊 幸亏抢下来了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半场比赛的第40分钟 过顶传球找到了队友高高跃起 投球攻门 这一球漂亮 体现了他非凡的进攻能力 我也数不清是他的第几个进球了 反正这球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 球来到了队友的脚下 他瞅准时机果然抢球成功 上半场商庭捕食 让我们回到下半场的比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